11月26日,一条新闻爆炸,据媒体报道,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突然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婴儿,已经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他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据了解,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婴儿,消息发出后引发全球世界振动,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和改变基因,就可以改变这个生命的性能,甚至是寿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理。 基因技术的研究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目前基因技术主要用于对抗疾病,特别是以传性疾病和罕见病等不治之症。 这次双胞胎娜娜和露露被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而CCR5基因是HIV病毒入侵一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 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例最强的HIV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灭于HIV病毒。 基因技术改造人类,这正是霍金的担心,使用基因改造技术,有朝一月很可能出现智力超常的超级人类,这也正是物理学家霍金生前的担心。 就在不久前,英国医护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类一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发售。 书中他探讨了基因技术对人类可能造成的深怨影响,人类本世纪就能发现通过改造基因提高值率的技术。 夫人有朝一日会改造他们自己和后代的基因,让自己和孩子变成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级人类凌驾常人。 甚至是后者灭绝,一旦转基因人类这个口子开了后,是否能让事管进而获取更长的寿命? 或者让人体性能变化,转基因人类的速度、力量、智力、视力、听觉都超越现在的人类,甚至手脚都发生物理改变。 其实这个答案已经被美国CRISPR-CAS9技术创始团队,却认为可行的,因为动物上已经可行,可是它们没有继续做下去,甚至呼吁全球暂停CRISPR-CAS9基因改变技术在人类上的实验,正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反伦理的行为,使用基因技术来改造人类。 在伦理上,目前全世界医学都还是十分谨慎的态度。 2017年2月,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尤瑟列以及来自中国的22位学者,组成的人类基因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十条严格的标准,规范对人的基因,表示在严格的监管和风险评估下,基因技术应可用于对人类挪子,精子或胚胎的,但仅限于双方就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父母,想要健康的孩子。 此外,不少伦理学家和社会团体担心,经基因的人类胚胎,会引向设计婴儿,加剧社会不公平。 上述报告也明确补充,基因技术不应该用于增强人类智能等飞行目的。 11月26日下午,122位科学家发布联合,对于在现阶段不仅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客遗传的人体胚胎经验的任何掌势,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重称,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型同学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CRISPR基因技术准确性及其带来的拖把效应科学节内部争议很大,在得到大家严格进一步检验之前,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 而科学上此线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拖把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机器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这些在科学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对人类遗传误助不可逆转的改造,就不可避免地混混入人类的基因值,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实施之前,要经过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大众从各个相关角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讨论,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 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科学家们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及研究相关单位,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并对此事件做出全面调查及处理,并及时对公众公布后续信息。 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在基因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基因婴儿的看法。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李静松坦言,不可思议,完全不能接受。 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癌滋病中科研究中心主任张宁奇, 对健康陪他进行CCR5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小子龙, 基因用在人身上,特别是经养受精卵,应该是全世界科学家非常慎重的一个举措。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静,这一实验从科学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 两个孩子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 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尽非医研究者,也被记忆领域专家, 下目实施时期测试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是在铤而走险。 追问,到底是谁批准的伦理审查? 那么这次实验符合伦理审查要求吗? 大家找到了这起实验的伦理审查审批书。 原来真是被批准的实验,也的确有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签名盖章。 但负责审查的是一家叫深圳和美妇儿科。 工商信息显示,深圳和美妇儿科于2010年7月29日成立。 15年7月7日,在香港正式挂台上市, 其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局主席,名叫林玉明,系福建人。 2014年,林玉明当选莆田县康产业总会副理事长。 一家民营就有审查,关乎人类生存伦理实验的资格。 在卫生部门2016年颁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 明选了涉及人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实施办法。 其中一条就是,由各负责实验的卫生机构负责伦理审查, 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谁能想到和审查专家的下限那么低吗? 就在这条审查意见中,审查委员会成员们签下了他们大名。 上个月刚刚从深圳和美富尔科离职的医务部主任秦苏继在接受媒体时表示, 他特地去找了上面有签名的前同事了解情况。 其名前同事表示,自己并没有印象签过这张申请书, 也没有印象召开或有关这个项目的会议。 11月26日晚,深圳市卫计委发布深圳之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以启动对深圳和美富尔科伦理问题的调查表示, 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期, 三个月内向本机构的职业登记机关备案, 经查深圳和美富尔科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为案要求进行备案, 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 研究者是何人? 南方科技大学回应,贺建奎已停息留职, 26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也发布情况, 趁着次研究的贺建奎副教授, 已于2018年2月1日停息留职, 离直期为2018年2月到2021年1月。 学校表示,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 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 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对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技术用于人体配台研究, 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 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将立即聘请成为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 进行深入调查。 在调查之后公布相关信息, 目前基因技术主要还是用于对抗疾病, 特别是遗传性疾病和罕见病的不治之症。 比如在2015年, 伦敦大奥德蒙街, 采用一种新的方法, 利用分子剪刀来经验, 产生设计的免利益细胞, 对其进行编程, 用来耐药性的白血病。 通过这种方法, 成功治愈了一名一岁大的侵袭性白血病患儿。 2017年10月,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B正使用了一种新基因疗法, 来罕见的遗传性视网膜病变。 Lexperner也是第一个获得FDAB者的此类药物, 成为了2017年医学史上的意大里程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副院长周文浩, 在第七节罕见病高风论坛上, 讲述了一对14岁闹开龙风台治愈的故事。 孩子父亲带着全家做了一个全基因组的测试, 最后发现, 家族有一种基因突变后, 会导致多巴胺减少, 导致无抢色胺减少。 通过这种基因诊断, 再配合有针对性的药物。 这种一举无解的疾病得到了。 基因技术, 被广泛认为是癌症, HIF, 血有病的男制之症的方法。 在波士顿召开的2018年罕见疾病基因, 会议上, 世界上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参与多种基因应用, 包括疑传性耳聋和脑瘤等特定疾病, 以及埃尔茨海默氏病。 一线技术, 应该是用来造福人类, 而不是带来突破伦理的恐慌。 在技术和伦理之前, 伦理永远是第一位,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是技术的底线, 更是道德的底线。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